我都不知道这个事情 我不知道台湾朋友们 有没有人没有听过这事 可能这事太古老了 太久远了 可能就说大家都未必知道 但是呢 我看了之后还是觉得说 就是没想到那么早就有 这种就是台湾人 对中国的援助 这是上世纪六十年代 中国的三年饥荒 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三年饥荒是怎么回事 那我这里只大概跟大家说一下 当初中国是叫三年自然灾害 就是在1959到1961年 我们从小上学学的 就是说是因为自然灾害 那三年中国有自然灾害 所以导致发生了饥荒 但是事实不是这样 事实不是这样 事实呢是因为在那之前 那中共搞大跃进人民公社 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 我大概跟大家讲一下是怎么回事 就是大跃进呢 简而言之就是吹嘘自己生产了 非常非常多的粮食 或者是就说就是成果非常非常好 那因为你吹嘘自己生产了 非常多的粮食 那然后你就要按照比例 把这些粮食交给政府 但是你这个数字是吹嘘出来的 它不是真的 以至于就好比说 好比说你真正生产了十份粮食 但是你为了在领导面前好看 你说你生产了二十份的粮食 那十份粮食 譬如说要交五份给政府 那二十份粮食呢 你就要交十份粮食给政府 结果因为你撒谎 所以十份粮食 你全部都要交给政府 那大家就饿死了 民众就饿死了 就是就没有留下任何粮食给民众 简而言之就是这么一回事 就是先有大跃进 后有大饥荒 就是原因就是这样 那然后为什么跟人民公社有关 人民公社就是我跟大家讲过我们家的那个故事嘛 就是早上的时候 就是所有的人就集合在一起 去这个大队 就是这个村里面的这个集体的农地去干活 然后吃饭呢 也就是就是说我记得 我好像我妈跟我讲 就是说最早的时候是集体吃饭 后来其实没有粮食了 就是政府就不管了 就你还是自己去吃饭 但是你自己吃饭 你分的粮食非常少 吃不饱 那但是你干活还是要照样干 知道了吧 就是说就是说就是 就是你一天大绝大多数时间 你都要给给这个政府干活 就跟奴隶一样你要跟政府干活 中国人民不如奴隶 中国人民在那段时间不如奴隶 因为奴隶 大家也知道吗 就是说你在古代的奴隶 就是说你是给主人干活 但是主人也给你管饭 知道吧 但是中国那段时间的人民活得不如奴隶 因为因为你要给主人干活 但是主人不给你管饭 主人不给你管饭 主人就给你扔一块馒头 说这一块馒头就是你们家今天一天的饭 你饿死拉倒 就这就是当时中国人民 中国农民的处境 所以这就是等于说是 但是这种方式 这种方式当然它就导致说 就是等于说你 你是给集体干活 你给集体干活 然后你 你为什么要好好干 你为什么要努力的去干活 你有病吗 因为你看你干的多了 你也不多分一块馒头 你还是挨饿 你干的少了也没差 就是就是它就是这种集体嘛 完全是集体嘛 所以那个时候我妈说 到了后期的时候 大家就是去给政府干活的时候 给大家干活的时候 就是大家都糊弄 然后好好地回家自己 去经营自己的 这个就是偷偷摸摸的也好 怎么样也好 去经营点自己的东西 好能吃饱饭 好能别饿死 就是这样嘛 所以说就因为大跃进和人民公社 那导致的就是三年的大饥荒 三年的大饥荒呢 普遍现在认为是导致了四千五百万人上下的一个死亡 四千五百万人 四千五百万人 就是说在三年间 两个台湾的人口被饿死了 纯粹的被饿死 那个时候就是我们家的那个村子里面 没有人饿死 但是大量的人在挨饿 那然后我们家 对我们家是非常执着于生存的一个家族 对 所以说我妈妈他们都没有挨饿 就是吃的不好 但是因为我们家族特别的执着于说 一定要活下去 一定要生存下去 很不容易 很艰难 这是背景 然后呢 当时的台湾人有援助中国人民 那就是分享的这个 分享的这位推友 就说有中国的网友就感慨说 这样真实的历史 为什么这代年轻人不知道 还有不少战狼小粉红叫嚣着要炸台湾 不只是年轻人不知道 不只是年轻人不知道 就是说我也不知道 就是很多人都不知道 我不知道台湾人你们知不知道 我给你们放一下 镜头中是1961年 真实地记录了大饥荒时期 百万台湾同胞向大陆人民捐赠钱财 通过空投或者空挑的方式投递物资前往大陆 这一时期 大陆人民正处于艰苦时机 台湾当局通过了扩大救济大陆同胞推行办法 并由老蒋发起一人一元救济中国大陆的捐款运动 带公告贴纸拉开帷幕 街头巷尾摆满了定制的募捐箱 并由专人看管 台湾同胞们纷纷排着长龙队伍前去捐赠一份心意 据统计 这样的捐赠地点在全台湾大小地方上千处 人们热情地挥舞起双手 慷慨解囊 镜头中是银行中刚刚取完新钞的人民 挥出几张钞票奉献爱心 教堂中信中也秉持内心的不爱 在神父的感召下伸出救援之手 学校老是用浅显易懂的方式告知孩子们灾荒之严重 孩子们也争先恐后地投出募捐款 更有公益团队通过舞台表演吸引观众合力募捐 此外 负责镇纪的工作人员远赴乡村 哀家哀户询问人们的捐赠影响 大家都是纷纷伸出援助之手 救济大陆的通胞 镜头中是台湾民众日夜感知镇纪的物资 有布匹 毛巾 肥心 肥皂等等 而后 将于打包好的捐赠款 一并空投或者空漂投送前往大陆 现在看到的则是台湾省空军 正在赶忙将物资搬运至战机上 不管最终有无全部到达大陆人民之手 此次全台援助的募捐行动令人动容 其中也不法有劳奖的个人目的 同时也反映出了台湾人民 对大陆人民的关心和同情 这一个影片在中国人圈子里面 就是这几天传的蛮广的 大家都在传 因为大家都不太清楚这个状况 那就是说你知道就是说我们不清楚 真的就是说我也请大家 尤其是台湾的朋友们 大家就是就是可以稍微体谅一下 就是说很多中国人真的不知道 就是我们的信息是完全被封锁的 不只是台湾人民对中国人民的帮助 我们不知道 事实上譬如说美国人民对中国人民的帮助 我们也不知道 就是说就是全世界 包括日本对中国人民的帮助 我们都不知道 就是说最近好像说有一个中国的某个医院 就是前面好像有一个人 有一个男生说要卖命 那然后有人就指出说那个医院原本的名字是圣玛丽 就是当初的修道士的医院 但是现在都改名了 都改名了 就等于说我是离开中国之后 我才知道说原来在中国大量的医院 都是当时的美国的或者是世界各国的 叫就是这个修道的人 他们建起来的 包括幼儿园 就是那一种就是孤儿院 都是这样建起来的 但是他们后来都改名了 那个名字完全让你想不到 是跟过去的历史有任何关系 就是它是非常成体系的 就是我昨天跟大家讲刘亚洲的事情 刘亚洲他的所有的这个言论 就是文字 所有的东西都会在整个历史中消失 就是中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范围内 所有关于刘亚洲他说过的话 做过的事 发表过的演讲 甚至在照片上都会把刘亚洲抠掉 你们知道吗 就是说就是中国共产党 他清除历史的夸张程度 是你们不可想象的 就譬如说我本人 我在我在初中的时候 我在我在高中的时候 我高中的学校是一个 是一个教会学校 是当初是教会学校 是两位美国的教会 教室开的 但是我是到加拿大 我在做节目的时候去搜索 我才知道 就我在那上学期间 我根本不知道这所学校曾经是一所教会学校 就是说 就是我不是说为中国人开拓 就是如果很多中国人知道这些事情 他还是要去武力入侵台湾 但是真的有大量的中国人 他没有任何渠道知道这些事情 我们真的没有 就是我们是从头至尾 什么都不知道 就是因为他把你的生活中的一切的 可能让你想到这个事情的人 全部清楚 就是就从名字到这个学校的历史 到建筑 全部清楚 全部清楚 就是那种清除的彻底程度 台湾人你们是不可想象的 他彻底消失 彻底消失 就是 就是我 就是那种 他让你毛骨悚然 你知道吗 他可以让一个人 可以让一件事 整个从历史上完全消失 嗯 他就是这种程度的清洗 那然后 所以说其实中国人真的不知道 那然后最近这个影片 在中国人圈子里面传的 蛮广的 就是大家 就是大家突然之间意识到说 不只是汶川地震 这个事情我跟大家聊过 就是汶川地震的时候 台湾人和香港人 对中国的大量的捐款 包括那之前 中国水灾的时候 台湾人 香港人 对中国大量的捐款 其实台湾人一直都在捐款 帮助中国人民 只是我都没有想到 能够一直找到大饥荒时期 那当然这个事情 就是说 大饥荒时期的这个捐款呢 我也跟大家补一下背景 就是说这个事情 他也有 蒋介石他的一些私人的目的 就是表面上是以一个民间机构来做的 但事实上大家也都知道 他不是真正的民间组织 那 是 是 蒋介石 本人 来发动的这一场 就是说 号召全国民众 响应一人一元捐款活动 集资帮助中国人民度过饥荒 那 这是 其实是 由国民党的决策单位 起草的具体的办法 然后最后再交给 这个所谓的民间的团体 这个亚盟 旧总 提的我就不跟大家聊了 这里有一篇写的很好的一个 不当党产处理委员会的资料 大家感兴趣可以过去看一看 就是说 他在这里面详细的阐述了说 这一个救济工作在本质上 其实完全是由政府发动的 一件事情 那表面上是民间 其实是政府主导 那但是我觉得 这个事情 你这么说 是这么一回事了 但是 真正你在画面中看到的 台湾人民的那一种捐款的热情 这个不只是因为政府 这个真的是因为台湾人民 的确很同情当时中国人民的处境 那 但是那个时候的 中国人民为什么会死的那么惨 很大的一个原因是中国人民不允许逃荒 所以说信息是被封锁的 就是当时就是 比如说我妈妈吧 我妈妈当时她以为 别人都不挨饿 只有他们 村子有人挨饿 对 就是在我妈妈概念中 就是说是 只有他们村子某些人挨饿 然后我们 就是我们家当然很 就是吃不到什么好吃的了 吃不到什么像样的东西 但是勉强不挨饿 但是在我妈心里 就是别的村子 都过得很好 只有他们那个村子挨饿 所以它是一种信息 非常严密的一种封锁 让你以为说 只有你自己挨饿 那包括说 就是说如果是那种非常 就是死得非常惨的那种村庄 它是把人封锁在村庄中 它不让这个村子的人出去逃荒 那你因为没有人出去逃荒 整个这个村子 大多数人都死掉 那外面的人却不知道 外面的人以为 这个村子完全是正常的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它会 第一它为什么它会造成 那么大规模的死亡 因为它不允许你逃荒 因为这个时候在中国某些地方 它还是有吃的的 就譬如说就是离我们家 不远的一个村子 然后他们的那一个 就是这个 这个主导的这个人吧 这个队长或者是什么的 就是这个村支部的书记之类的 他们比较善良 就是说他们譬如说生产了十份粮食 他告诉领导说 我们今年收成不好 只生产了八份 对 然后这样的话 你交上去的粮食就变少 交上去的粮食变少 留给老百姓的吃的就变多 所以当时 但是当时呢 就是我们所有的那个地方的 都说这个村子是最穷的一个村子 就是因为它报上去的少嘛 他说我们村子风不调雨不顺 对吧 这个出产很少 哎呀穷得不得了呀 领导啊 你可你可少 你可少给我们要点这个粮食呀 这个就交不起呀 就这样的 所以当时就是十里八乡 都说那个村子穷 但是后来 后来就是那个村子 有人嫁到我们家 就是我们家跟他们讲说 我们当时挨饿 就是村里挨饿 他特别震惊 他说 他说你们当时是十里八乡 最富的村 你们怎么会挨饿 我们是十里八乡 最穷的村我们都没挨饿 所以事实上就是当时 就是说当时号称最富的村子 是最惨的 当时号称最穷的村子 其实是能吃饱饭的 但是整个中国 就是这是我们家 当时的那个状况 你就知道 它是整个中国的一个缩影 它就是你这个村子离得很近 非常近 可能只有 就是就是你知道 就是可能可能你走路 可能几个小时就到 但是你们对彼此的情况 完全不清楚 这个人以为这个村子特别富 但是其实这个村子在挨饿 这边以为那边特别穷 但其实人家吃饱饭量 对 这就是他的信息封锁 能够达到这样的程度 你就可以想象 在整个中国他的信息封锁 所以在 所以这个三年大饥荒 是后来大家调查出来的 在当时的这个状况下 中国农民不知道有饥荒 中国人民只知道 自己挨饿还是不挨饿 但是他会把这归结于自己 就是说如果他挨饿 他就会说 这是我自己没做好 因为别人都没挨饿 大家都没挨饿 你打开报纸 一切都是好的 一切都是美好的 所以他就会以为说 只有我一个人挨饿 只有我这一个村子挨饿 他不知道 这是整个中国范围内的 由于政策所导致的 大规模的 死了四千五百万人 或者更多的饥荒 对 这就是当时的那个情形 非常非常可怕 然后我看到有一个叫做 王若旺的 他是一个中国的民主运动人士 他就提到说 就说早在五十年代的时候 就是中共就说 台湾有个反动组织 名叫中国灾包救助总会 简称救总 常通过空投物资到我大陆 这是糖衣炮弹 这是糖衣炮弹 是扰乱民心 公安人员应时刻提高警惕 随时迎击来犯的飞机 这个假宣传 甚至列为公安学校的 必读教材 所以说我看到就是 那则推文底下 有很多中国人就说 说当时 就是台湾人 空投到中国的物资 就算是到了中国 也没有人敢去拿 因为那都是就是说 这个就是 就是敌人投过来的东西 那当时他们的概念 就是这些东西 都是有问题的 就是说你必须上报 必须上报 就是谁敢去拿你 这都是跟外敌勾结吧 大概是那么意思 就等于说 就等于说 其实最终说 这些物资起了多大的作用 其实真的不知道 就是他们就算是 就是投递到了的 中国人他也不敢拿 不管怎么说 这是台湾人民的心意 就是说是 有蒋介石的宣传 对 他有很多政府力量 但是无论如何 这是台湾人民捐赠的 这是台湾人民的心意 1991年 那当时的中国的大水灾 旧总也是 电汇20万美元 还组成这个 中华民国各界救援 大陆水灾委员会 那台湾人民捐献总计 新台币 910392万1400元 那还捐款 是另外采购 粮食面粉 医药 医物用品 分批精 海空运输送到大陆灾区 就是1991年的 不总 还在山东创建 富佑保健医院 之类 王若旺就说 就这些东西 全都不 就说 中共都不会报道 那 对 这个都是我 我其实都没听过 这些事情 现在台湾和中国之间的关系 也变了 现在台湾跟中国之间的关系 也变了 中国人 对台湾人 也变了 就是在我成长的 那个时候 确实是 就是大家不知道 台湾人对中国的 这些捐赠 但是呢 就是宣传的主流 不是对台湾的仇恨宣传 不是对台湾的仇恨宣传 甚至我成长那个时候 对美国的仇恨宣传 都没有那么严重 对美国的仇恨宣传 都是 都是要 到 就说 要到我上初中才开始 我小学时候 主要是对日本的仇恨宣传 后来到我初中才开始 对美国的仇恨宣传 那对台湾的仇恨宣传 我都没有经历过 那都是后来的事情了 但是现在不一样 现在对台湾的仇恨宣传 非常严重 就是台湾人 就是都不要说 台湾和中国之间关系的改变 就是台湾人和中国人之间的关系 都发生了巨大的改变 对我前两天 就陈老师 陈老师 我不知道你还在不在 谢谢你啊 特别指出 就是有很多朋友 可能会误会 我说就是 韩国人回不了台湾的意思 因为就是陈老师 他说就是很多人 会误解 说以为是 我的意思是说台湾政府 会政治迫害韩国人 我不是那个意思 就是我说回不来了 主要指的就是说 中国和台湾之间的关系 会进一步恶化 在这个恶化的过程中 那 就说韩国人 他生活在中国 这样一个日益 对台湾人有敌意的国家 那他就算是在那个时刻 他想回到台湾 鉴于台湾跟中国之间 日益恶化的关系 他在台湾想要长期的定居 生活发展 包括发展他的事业 就是他想要再回到过去的 这样一个路线 想要继续经营台湾人的观众群 都是 就是我个人认为 都是回不去了 那个意思 或者就是我们说的 可能更 更 极端一点吧 我们想象一个极端的情境 就是一旦中共 真的武力入侵台湾 那个时候 韩国人他回到台湾的待遇 我觉得你们也可以想象 就是最极端的情形 就哪怕是类似于美苏冷战时期 就是中国跟台湾之间 最后他最好的方向 就是类似于美苏冷战时期的 那种冷战的那种关系 最差的状况 当然就是中共武力入侵台湾 那么就在最好的情形下 韩国人他 就是 就是你想一想 就是在当时的美苏冷战时期的美国 如果一个 就是为苏联站台的一个 我不知道明星 而且是为苏联的最残酷的行为 都洗地站台的一个人 他 他有没有办法回到美国生活 而中国跟台湾的关系 就是在最好的情形下 也会往那个方向去发展 这是在最好的预期下 当然最坏的 这个中共武力入侵台湾 你想想韩国人在台湾 会是什么处境 这就是我说 为什么说回不去了 这个回不去了 主要并不是针对说台湾政府 对韩国人做什么 而是说韩国人在台湾 他的生计 他要生活呀 他要赚钱呀 他的观众群呢 就是他都回不到 过去的那个状态了 他甚至我觉得 他在台湾 生存都会有困难 当然除非他隐形 隐姓埋名去做外卖了 他也可以啊 隐姓埋名去做外卖 这个或许可以啊 但是想在 像现在这样活得 风风光光的 这个 这个我觉得他都是 就是现在他都做不到 更不要说未来关系恶化了 我主要指的是这个意思